其实银行招考的试题它有一个脉络 也就是说它其实每一单元都会有一定的出题比重 或者是每一间银行有它自己比较偏向的出题的方向 那如果写考古题写手电的话 就可以知道说我在准备这一间银行的时候 要特别注重什么方面 至于面试的话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说 口试委员会问我们什么问题 不过大多数它还是会围绕在我们的资专上面做提问 写履历的时候我们需要可能挖一些洞给口试委员去问 我之前在大学的时候就有工读的经验 然后是有销售的一些方面相关的 所以我在写履历的时候我就有特别去提到这一块 那其实这几个洞都有在口试的时候 有让口试委员有顺利去跳进这个洞里面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比较大的几率可以提高 我们抓到考试管问我们问题的几率